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新闻焦点节目 习近平的外交部常从公众事业中消失了 引发了激烈的猜测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已经三周没有公开露面了 在北京繁忙的外交活动期间 他一长长时间缺席 引发了这个以政治不透明著称的国家的强烈猜测 现年57岁的秦是一位职业外交官 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信任的助手 在短暂担任驻美国大使后 于12月晋升为外交部长 作为外交部长 秦对华盛顿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此前美国上空被击落的一次中国间谍气球 导致关系跌至新地 他还在双方随后稳定不稳定关系和恢复沟通的努力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包括在6月中旬访问北京期间 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会晤 但这位被受主目的外交官 自6月25日在北京会见斯里兰卡 越南和俄罗斯官员后 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在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 人们看到一个微笑的 其与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 鲁坚科并肩走在一起 后者在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集团 短暂叛论后 飞往北京与中国官员会面 鉴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外交不长 已经超过20天没有公开露面了 这确实很奇怪 一家共产党报纸的前编辑 现居美国的邓宇文说 当被问及 秦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 长期缺席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他没有资讯可以提供 并补充说中国的外交活动 正在照常进行 最近几周在中国首都 举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 包括美国高级官袁珍妮特 耶伦和约翰 克里的高调访问 使秦的缺席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据路透社援引欧盟发言人的话报道 秦本应本月早些时候 在北京会见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和赛普博雷尔 但在中国通知欧盟不在可能后 会议被推迟 据路透社报道 欧盟在博雷尔定于7月5日 抵达前两天才被告知推迟 秦也未能出席上周在印尼 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年度外交部长会议 相反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代替他出席了聚会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周二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秦由于健康原因 无法参加东盟会议 但后来在该部网站上 发布的简报的官方记录中 缺少这一回应 中国外交部经常在例行简报的记录中 遗漏他认为敏感的内容 然而当局引用的简短健康原因 未能平息关于魏石膜 没有看到秦的基本上未经正史的猜测 这些谣言是由中国政治体系 缺乏透明度驱动的 中国政治体系受到严密保护 重要决策大多是闭门造车 美国分析师等说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这种政治不透明只会加剧 也为他镇压意义 并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这对极权主义政权来说是一个问题 极权主义政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也为一切都由最高领导人独自决定 他说 如果一名高级官员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情 人们会怀疑他们与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是否恶化 或者这是否是政治不稳定的迹象 邓小平说 中国高级官员过去曾从公众事业中消失 几个月后执政的共产党纪律监督机构才透露 他们已被拘留接受调查 这种突然失踪已成为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常见特征 邓玉文表示 秦的缺席增加了他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 习近平去年秋天获得了达破常规的第三个任期 新的领导团队由忠诚的盟友组成 秦刚被习近平单枪匹马拉上了队伍 他的任何问题也会对习近平产生不良影响 这意味着习近平未能为这份工作选择合适的人选 邓说 谢谢大家收看明镜电视新闻焦点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